在佛教的经典当中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难懂的梵文词句 比如说阿乃多罗三秒三菩提 以及摩赫波罗波罗蜜等词句 那到底它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为什么经典中常常出现这样的词句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其实我们现在只要看西方的翻译的书 都可以看到一些看不懂的词句 那都是名词 因为在中文里面没有这样子的意思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叫的那个大卡车 大卡车在我们中国的中文里头 本来没有这个字 那个卡车 卡是卡 是英文的一个字 车是中文的一个字 还加上一个大字 那就变成了大卡车 在现在因为几个字合在一起 看起来大也懂得 车也懂得 卡究竟是什么 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车子不上不下的卡都在那里 其实这个是外来语 还有其实佛和菩萨都是西方的 这个印度的名字 都不是我们中国人名字 这些人名地名 以及一些形容词或者是名词 因为中文里头没有恰到好处的翻译的词句 只好应用它的原文 就把它的音就翻译出来了 那就变成了 比如说 文里度罗三标三部第一 那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 那就是佛的意思 佛的功德 它是无上正等正觉的人 这也可以讲是一种形容 是一种 歌颂赞叹形容佛的功德 它是无上的 这没有再比佛更高的 什么无上啊 是正等正觉 又叫做正偏知觉 正等 就是呢 又有多大就是多大 就跟无限的大是同等的大 有多高就有多高 跟无限的高是同等高 这个大大到什么地方 普遍的到处都是 到处都在 到处都可以啊 接触到 都存在 这就是正偏知觉 知觉的意思啊 又叫正觉 正等正觉 正偏知觉啊 这是讲的啊 菩提的意思 也就是讲的福地啊 智慧 是啊 无处不在 无处不偏 无时不在 无时不 没有产生了 力量 处处都在 在我们的心中 在你的心中 在我们的心中 只要我们信 我们修 我们学 就能够啊 体会到 就能够接触到 如果我们 不会修行 没有想要信 信仰 那么这个 佛就在面前啊 我们还是看不到的 还有 那说 摩虎 般若 般若 般若命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摩虎啊 是大的意思 嗯 这个是梵文也是 那般若呢 是智慧的意思 般若命呢 是超幽 超度的意思 那么 也就是用 伟大的智慧 来超越烦恼的苦海 而到达大知大悲大怨大力的福的程度 这个叫做布罗蜜 布罗蜜的意思是繁文 中文翻译成叫做超越 又叫做超度 现在我们人过世了以后 人家念经超度 做福事超度 实际上就是布罗蜜 为什么念经能够超度 诵经能够超度 就是听到了佛法之后 自己的心能够开朗了 自己能够也得到智慧了 就不会直接钻牛角尖而制造烦恼了 而不会对于自己放不下 对于他人放不下 对于我们的世界看不开 那这是有智慧了 那么有智慧就能够超度 那用大智慧的话 就更能够处理我们凡复的境界而成为大菩萨 所以这个意思也是中文里头没有办法用一句话来把这个名词翻译成中文 那只有把它原文翻过来 其实 比如说 就用中文来讲 要介绍一个人 你一定要用一个人的名字来介绍的 你如果要介绍我圣言 你还是要用圣言的名字 但是圣言是什么意思 你仅仅是讲圣言这个两个字 就是代表着这个人 这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 繁文的经典里边的这个名词 比如说 欧雷多罗三妙三不提 你不要考虑他的问题 这个字的意思 你就是说这个就是佛 就够了 就是 这个就是超度了 就是就够了 那 超度 但是你就翻译超度也是不对 你翻译仅仅是个佛也是不对 那就用繁文 把它表达出来 那就好了 像这样子的 这种词句 经典里相当多 所以附近难懂 就是这些名词难懂 其他的没有什么不懂 没有什么不容易懂的 那么这些名词 如果你见多了 如果能够 查一查字典 也能够懂 阿弥陀佛